大家好,我是周春奧 不知大家記不記得 二十年前政府都說了 在右漢要做舊區重建 大家等了又等 不經不覺過了二十年 頭髮都變白了 今日終於有眉目 行政長官海誠在今日立法會答問大會上透露 右漢新村順利樓會在今年動工重建 順利樓屬於右漢七棟樓群首個重建項目 由澳門刀鋼公司推進 特首說政府希望以順利樓作為樣板 給其他右漢新村舊樓居民清晰重建成本 海誠說多屆政府其實都提出都市更新 例如右漢已經講了二十年 為何還不動? 因為牽連太多人、太多住戶 特首說黑沙灣P地段現在有二千多個暫住房 預計今年底就可以入伙 所以所有願意拆遷的右漢新村居民都可以暫住 例如現在住一房一廳單位的居民 可以申請入住兩房廳單位 如果有多出單位 可以提供給其他刀鋼的重建項目 右漢七棟樓群九區更新項目 分別是康泰樓、吉祥樓、順利樓、興隆樓、卯丹樓、萬壽樓和聖義樓 樓群總共有四十六棟樓宇 涉及二千五百五十六戶 據了解大約三成都是自住的業主 其中有超過一半都是長者 其餘大部分都是租給外勞住的 當然業主都是本地人佔大多數的 該法例規定大廈重建必須獲得百分百業主同意 不過立法會已經通過都市更新法律制度 降低相關門檻 並強制未簽署重建協議的業主參與 沒有記錯應該是單動 如果是四十年樓齡的 有八成業主同意重建便可啟動 居民當然想樓換樓 之前有人提出過 不如你把暫住房直接跟居民樓換樓 不過機會可能微一點 因為特首今天都說了 澳門四十年以上的舊樓 有超過三萬個單位 真的很多 亦強調一定要清晰私人樓屬於私人責任 不是所有都是政府的責任 但是重建的話 估計居民也要拿回多少錢出來參與重建 至於暫住房 政府可能真的不用租金 讓你在重建期間暫住 或者以一個很優惠很優惠的租金給你暫住 建好一層新樓之後 再搬進去自己層樓裡住 好 這一集就先看到 如果想支持我 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我們下集見